好 继续再看到 随着疫情趋缓 花莲县政府在8号的时候公告了 可以有条件开放进行溯息的活动 但是兽林乡顾及村落长者较多 就怕防疫出现了破口 因此仍然采取封闭的状态 这也让业者相当无奈 因为已经有三个月不能接客来营业 经济上也出现了庞大的负担 希望能够和公所以及当地的居民 尽快来达成共识 恢复以往的生活 以往过去只要到了暑假期间 不管是在泛州还是溯息 都能吸引到许多游客前往体验游玩 但在今年却受到疫情影响 业者开不了门 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收入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花莲县政府在8号发出公告 可以有条件开放进行溯息活动 但绣林乡公所却顾及存落长者较多 就怕疫情出现破口 因此仍然采取封闭状态 这也让业者相当无奈 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花莲有三分之二的水跟山 都是属于绣林乡公所这边拐材 绣林乡公所 它禁止 它绣林乡所有的水域的时候 那几乎我们所有的业者都没有办法营生 因为塑稀需要稀根核 那你没有稀根核我们怎么营生 我们塑稀业已经三个月 三个月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收入 我们真的希望说 绣林乡公所能够倾听到我们的诉求 适时的开放一条河流 我们最近有收到 那个塑稀业者的一些陈情 那我们会尽快再跟这些作戏业者 就是能不能双方就是 邀请他们来做一个沟通协调的工作 那如何在有条件的开放之下呢 大家有共识 就是说如何去做一个把关 那乡公所还有业者这边 还有县政府这边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分工的一个工作 能够让各自的职守 就是可以去做一个控管这样 那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在有条件之下呢 那我们也能够兼顾到照顾 我们当地族人的一些安全这样 硕西业者表示 从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有三个多月处在于零收入的状态 这也让他们出现庞大的经济负担 为了维持基本生计 不少教练更是只能被迫转行到工地打工 现在业者只希望能和公所及当地居民 尽快达成共识 将亏损降至最低 记者徐丽晴 秀林乡报导